大家好,我是新餐具的Arvin 今年多众多的房价市場 因為COVID-19的疫情關係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今天我們透過數據為您分析多众多房地產未來的趨勢 CIBC預計在未來的12個月房價會下跌5-10% Roll Page認為今年的房價可以漲幅到的1% 這些預測都是基於不同的數據分析角度得出的結論 本質上從現階段沒有對錯之分 真相只有在今年市場檢驗之後才會知道 我們新安居的數據分析師在結合了普華永道等 多國家國際知名諮詢公司的過往案例後 將地產市場的漲與跌分為主要三個因素的構架 分別是經濟藝術、社會或政治因素 以及新物業的開發因素 從社會以及政治角度看來 移民以及政府財政狀況 都是地產市場的幾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移民局一再強調預計從2020年開始到2022年 加拿大將吸收超過100萬新移民的消息 本質上加拿大政府近期以來在強調加快加拿大移民 湧入本土的速度及規模 其實是在為低迷的實際經濟諸如此搶新劑 多倫多是加拿大境內最受移民青來以及選擇留下生活的城市 根據目前的移民局的數據來看 加拿大平均每年迎來30萬的新移民 其中大約50%會選擇居住在大多倫多地區 還有5萬人左右會在其他省市完成移民後移居到多倫多 共計20萬移民每年住入多倫多本地 平均大約是每年7萬個家庭 對於移民來說 住房是一種剛需 移民持續性的來到也會為多倫多的房子 帶來源源不斷的買家以及租客 所以根據未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及趨勢來看 後疫情時代的多倫多房市還是會相當可觀的 政治上政府因疫情期間的運作 以及社會福利補貼在台高主 作為收入最大的比例的稅務 當然是政府期待中提升的部分 為了償還債務 政府會想辦法獲取更多稅務收入 然而提升稅利的方法並不可許 國民經濟尚且是 傑後餘生 在本應休養升起的期間加大 稅務力度並不是一個能讓政府 贏得民心和社會安穩性的做法 那麼政府將會考慮從其他方式 曲線救國 如推動地產市場的進步 以及獲得更多地產相關稅務收入 如投資房的capital gain 以及HSD等 以及地稅 房屋價格以及成交量 將會是政府希望看到持續增長的 住房市場的牛市 也會增加國民財富 並變相增長的國民儲蓄 進而帶動消費 那麼投資者要做的 就是在春暖花開前 抓住著很多最後一絲冷氣 將顯示在銀行的資金油起來 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此為止了 下一期我們想為您介紹 2021年多倫多Downtown最火爆的新肉館 巴Wellsley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掰掰